今天介绍的这款游戏叫花砖雾女 可以算是新进网红了 它获得了2018年德国的年度周游奖 这款游戏我个人非常喜欢 从设计到可玩性到难度 都不是为一款恰到好处的大众游戏 官方推荐的试玩年龄是8岁起 允许2-4个人参加 一局游戏下来大概需要40分钟 游戏的组件不算多 有一个布袋子 里面装了5种不同的花砖各20颗 把它们在袋子里摇匀 这些圆盘是放在桌子中间盛放花砖的 把它们围成一个圈 两个人玩只需要用5个圆盘 3个人需要7个 4个人需要全部的9个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状况写着1 它会标记每回合起始的玩家 先把它放在正中间 每个参与的玩家拿一张这样的图板 和一个用来计分的黑色小木块 图板的上部是计分用的 从0开始到100 计分的小木块先摆在0这里 图板的中间是用来摆放花砖的 左边是准备区 右边是完成区 有五行五列 每行每列中都有不同的花砖各一颗 最下面还有一个地板区 摆到这里的花砖是要扣分的 每一格上面标记了 如果这里有砖块会扣掉的分数 先从布袋子里随机摸出砖块 在每个圆盘上摆4颗 第一个玩家首先要选择 从哪个圆盘上取什么颜色的砖块 比如我选择拿这个圆盘上的黄色砖块 那我必须把这里的黄色全都拿走 剩下的砖块要推到桌子中间 拿到手里的砖块 现在要摆到图板的准备区 同一次拿的砖块 必须全部摆在同一行 按从右到左的顺序 可以放这里 也可以放这里 或者这里 但不可以 这里一颗 这里一颗 当然我也可以放在第一行 但是第一行只有一个位置 那多出来的一块 就必须放到地板去 我选择把它们摆在这里 接下来就轮到顺时针的下一个玩家 他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和我一样 选择另一个圆盘上的一种砖块拿走 或者选择拿桌子中间这个区域的花砖 拿中间的花砖和拿圆盘上的一样 都必须选择一种花色全部拿走 并且第一个从桌子中间拿砖块的玩家 必须要拿走这个一的砖块 放到自己的地板去 我们看到对方还是选择了一个圆盘上的砖块 然后把剩下的推到了中间 现在又轮到我选择 我决定拿中间的蓝色砖块 同时拿走一的标记 蓝色砖块我放在这里 一的砖块必须放到地板去 地板区要从左到右依次摆放 摆的越多扣分的力度就越大 但是拿到一的砖块也未必是坏事 因为下一局开局的时候 拿一的人可以第一个选择砖块 会有一点先手优势 接下来又轮到下一个玩家 就这样轮流进行 直到桌面上的砖块 包括中间的区域都全部被拿光 就要开始第一个小回合的结算 结算要在准备区从上往下进行 第一行一个砖块就填满了 那就可以把它移动到完成去同一行对应的颜色上 因为它周围没有别的砖块 因此只计一分 移动一小颗木块来记录分数 第二行也填满了 那把最右边的这一颗移到这里 多出来的砖块先收进盒盖里备用 新放的这块砖在横向并没有和别的砖块相连 因此横向不计分 纵向和刚才的砖块挨在了一起 于是每个砖块记一分 总共是两分 第三行也满了 最右边的一颗移到同一行的蓝色上 剩下的放到盒盖里 同样横向没有别的砖块 不计分 纵向有连接 总共是三块砖连在一起 因此计三分 加起来总共是三分 在之后的回合中 还会出现横向和纵向都连接了砖块的情况 这时横向出现了三块砖连在一起 计三分 纵向出现了五块砖连在一起 计五分 因此这块砖就能得到八分 接下来我的第四行和第五行没有完全填满 那这些花砖只能留在这里 等待之后的回合填满 最后还要看地板区 我有两个位置放置了砖块 上面都写着减一 因此我这一局要扣掉两分 然后把地板区的砖块也收回盒盖里 一的砖块放回桌子中间 地板区总共有七个位置 当它们全部填满的时候 就不可以再加砖块进来 而是把多余的砖块直接放进盒盖里 当全部人都计分完成以后 就可以开始下一回合 从袋子里重新磨出花砖 来填满桌子上的盘子 然后 由上一回合中拿到砖块一的玩家 先开始选择砖块 要注意的是 在准备区那些已经填了一部分砖块的行里 只能继续填补同样颜色的花砖 直到填满 另外 当右边完成区同一行 已经有花砖时 就不能再准备区放同样颜色的砖块 比如 我这里已经有红色砖块了 那这一行就不可以再放红色 按照这些规则继续进行游戏 当袋子里的花砖全部用光的时候 就可以把盒盖里收集的花砖一次性 全部倒回袋子里继续使用 直到有一个玩家的完成区 有一行被填满的时候 游戏就结束了 这时候大家还要把自己本回合的得分结算完毕 最后要计算一个附加分 每被填满的一行加两分 有每被填满的一列加七分 如果集齐了某一个颜色的五颗花砖 加十分 这个附加分的规则在图板的右下角也有提示 全部分数计算完毕以后 看谁的分数最高 谁就获得游戏的胜利 在图板的背面还有另一种图板 它的完成区是空白的 没有规定花砖摆放的位置 所以可以自己来安排 但是要注意 每一行和每一列中 一种颜色的花砖都只能出现一次 这款游戏的规则不算复杂 但是策略性很强 需要较多的观察和计算 因为思考比较多 总体玩起来气氛会比较安静 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交流 但是玩家相互之间也有制衡 可以说是暗潮汹涌 颇有点围棋对异的感觉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分享给更多朋友看吧 更多好玩桌游 关注小玩家的桌游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